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四中全会10月31日结束了 370名中共官员被武警坦克看守了4天之后 终于可以回去了 其实人们关注这次全会 不仅是因为疯传习近平接班人可能会亮相 也不仅是因为香港已经变成了反共的前沿阵地 还因为川普政府对中共发起的关税制裁 已经一年多了 北京一直都没有应对良方 始终是一筹莫展 那这场史诗级的贸易战 已经点燃了雷若疲惫的中国经济火药桶 如果不及时刹车的话 那中共总理李克强年初高喊的断崖式下跌 恐怕就成为事实 可是遍寻四中全会公报 入目最多的就是坚持这两个字 57次之多 坚持和完善有13次 但是对经济的描述却近似荒芜 通篇只有四句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分析这为原因可能有几个 原因之一就是没人敢接短 众所周知 接班人的传闻 香港飞出黑天鹅 以及美国发动史无前例的贸易战 跟北京当局一路左转有直接关系 所以像无能误判等等这样的批评时常见诸爆端 就在普遍存在不满的情况下 外界曾经猜测 北京当局即使不被问责 可能也会做一个表态 或者做一下自我批评 何况习之前曾经搞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这个并不陌生 但是自中全会公报共有23个段落 大部分都是坚持和坚持完善 比如坚持法治国家 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和完善统筹成乡的民生保障制度等等 通篇看不到北京被问责 或者是自我批评这样的痕迹 更主要的是 常常的公报当中 通篇都没有提到中国经济形势恶化 还有美中关系恶化的问题 坚持那就是还要按老路走了 对定于一尊的习这是肯定的 那这不跟之前的批评相矛盾了吗 也不矛盾 大家知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 人为制造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刘少奇就是在大会上提出了责任问题 说引用别人的话指出 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说 死这么多人 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人相识要上书的 就这些话让毛怀恨在心了 一直想着要打倒搞臭刘少奇 后来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把刘少奇活活给整死了 这段历史 中共党官哪个不清楚 所以即使习不是毛 也没有人敢做第二个刘少奇 鼻子大 压住嘴了 没人敢当面接短 原因之二就是肯定国进民退 这次全会的召开 中国经济大家知道正面临着30年来最慢的增长 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人都得等着北京当局拿出刺激经济推动增长的新举措 但是对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公报仅把它放在了第15个段落 如果一个句号算到一个完整的一句话的话 整个段落通篇文章只有四句提到经济 其他基本上都是谈政治问题 公报说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 支持非公有制 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等等 这种说法 大家注意其实是话里有话的 各位知道 国企这是中共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了 没有国企中共撑不了几天 所以从篡政到现在 中共一直都在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40年当中 那也是依然如此 我们看到习当局虽然多次承诺过说支持发展私企 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动作 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国进民退 去年大批民营企业倒闭了 出现了失业潮 可是当局一直都没有公布这个民企倒闭的数字 民间研究认为 大约有500万家私企倒闭 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 私企的日子越来越难 可是国企却逆势而上 中共官媒报道说 去年中国国企利润同比增长了12.9% 今年上半年 中国当局支持的买家 勾入了47家上市的民营企业股份 可是去年全年当中 类似的交易只有52家 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立任 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认为民营企业做大了 会对政府的政治产生主导权 所以必须压制 他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 现在只有一条路 就是逃亡之路 那现在中共又高喊 公有制为主题 言外之一就是对国际民退的肯定了 要继续着力发展国企 可是这些话不能说 只能自己领会 原因之三就是中共没有举措 大家知道在贸易战的冲击下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 外贸投资消费都失去动力了 第三季度的GDP已经放缓到了6% 出现了27年来的最慢增速 昨天统计局公布了10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只有49.3% 比9月下降了0.5% 体制内的学者魏杰估计 明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很大 同时又赶上了还债高峰期 他说最大的危机就在于缺水 如果不能保障资金供应的话 那就会发生债务危机 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 他认为这是明年最大的一只黑铁鹅 前9个月 大家知道今天前9个月 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了近11% 《华尔街日报》表示 产出整体新订单和出厂的价格 都出现了下降 这就表明第三季度末 投资和工业企业维稳 这个局面是难以维持的 另外房价 虽然涨幅速度现在有所放缓 但泡沫是依然存在的 如果中共央行采取更激进的货币政策的话 肯定会在这个上面提振这个房地产市场 并且会给已经失控的食品价格火上浇油 那这种情况下 谁能保证房地产商 不会出现更多的财务冒进行为呢 谁能保证积怨已久的百姓 不会发生骚乱呢 谁又能保证在民间涌动的这些暗流 不会掀起波澜呢 就是说 即便中共政府想扶持经济 短期内也无能为力 没有什么好政策可用 面对经济下滑 北京是干着急 没有辙 没有辙还说什么 奶壶不开提奶壶 这不是自己打脸吗 但是又不能不说 这么重要的议题不提 显得更怪 所以只能是寥寥数语 草草带过 北京当局面对的经济困境 无计可施 瞒不过那些在中国做大生意的人 大家知道 想在中国做大生意 那必须得要掌握中共官场的脉络 然后及时调整策略 否则很可能就会翻车 前天 澎湃新闻报道说 知名的地产大亨潘石屹夫妇 准备抛售 SOHO中国这个核心资产 总值是80亿美元 消息人士认为 这个作家 几乎是相当于SOHO中国 自持的北京上海所有非流动性资产组织 潘石屹出售这个摇钱树 惊动了网络 人们在热议不断 认为它是效仿李嘉诚 要大举削减中国境界的资产 资深商人袁平对自由亚洲表示 当下这个大环境下 潘石屹的决定是明智的 主要就是为了规避可能重大的政策风险 袁明说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因为越来越缺乏安全感 纷纷卖掉了物业 把钱转到了国外 他说要是人民币 还不如留着房子的 媒体人刘先生指出 有实力的商人都想全身而退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现在的光景不一样了 房地产普遍困难 中小房企破产 大房企资金紧张 问题更严峻 他说整个房地产是哀红遍野 当局虽然说保护民营企业家 但实际各地都在打土豪分田地 潘石屹很可能是春江水暖压陷值 国进民退之下 大家知道私企被杀猪已经有很多的先例了 那怎么办 风紧扯户 老百姓虽然没有潘石屹这样的预知能力 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工厂在一个接一个的倒闭 工人在一批接一批的事业 自己兜里的钱是一天比一天干扁 实实在在的清晨体会 让他们对当局已经没有了信心 十月的最后三天 也是四中全会的同一个时间 河南一川农商银行连续被储户是集中提款 不论银行支援怎么解释说有政府支持 还有各种礼品做诱惑 当地政府也出面说有数百亿的资金可以用 民众就是不信 仍然陆续到银行排队几个小时 也要坚持取走存款 51岁的农民张延廷他表示 说这家银行开户他已经在这十年了 可是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服务 就是说民众并没有被迎头小利和虚伪的服务所打动 《华尔街日报》指出 这家银行高管遇上麻烦的消息 使人们在前段时间就已经开始陆续提款了 随后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 这家银行濒临破产 于是前来提款的人群是越来越多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例了 此前还曾发生过三例 前段时间曾经有网友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说一说包商银行的事 但是因为总有各种更吸引人的消息出现 一直都没有做 其实包商银行跟这个一川农商行是一样 也是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出现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民众担心银行会破产 所以人们都在同一时间前去挤兑 最终包商银行被当局给接管了 成了20年来第一家被监管机构接管的商业银行 前清华大学讲师吴强他表示 这次四中全会的目标似乎并不是制定新的政策 而是对习个人权威和治国理念给予肯定 但是公报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这似乎是要走回头路 吴强认为公有制为主体 这是中共十二大的路线 如果是这样走 那就是在否定改革开放了 说白了就是要走回头路开倒车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刊店 再会